61 《文匯報》 香港中國商會助金屬及外資 2015年7月13日兩地融通 A20 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肖剛 實習記者莊澤凡蘭州報導 香港中國商會創會會長陳丹丹日前參加 中國蘭州投資貿易合談會 夏清蘭合會 接受本部記者專訪時表示 希望通過商會平台和資源 幫助金屬在香港推介 從而吸引更多的港商和外資企業投資金屬 陳丹丹說 此次參加蘭合會 就是為收集更多推廣資訊 並將在11月25日邀請金屬省工商聯組團 參加在香港舉辦的一帶一路論壇 赴港宣傳速兩地合作介紹 將有金屬代表在專題討論會推介 帶全省優勢資源與產業 讓與會的香港會計審計、法律諮詢 金融服務領域人士了解私囚之路經濟大大 戰略下的金屬進而促成兩地之間的合作 據悉 早在2013年 香港中國商會即與金屬省工商聯簽訂了 戰略合作協議 從那時起 陳丹丹就希望為金屬做一點事情 陳丹丹表示 我們希望通過香港來推廣金屬的投資環境 把先進的金融服務和外資引入金屬 也可為金屬企業提供所需的香港及海外資訊 百萬善款助貧困山區陳丹丹告訴記者 自己還身兼中國僑商投資聯合會青委會的副主席 去年 青委會捐款約一百萬元人民幣 幫助金屬臨下積石山園的山區小學和貧困戶 此次 除了參加蘭合會 陳丹丹還對捐助項目進行了回訪 我們級學校見起了教室 還級學童送去了文具 陳丹丹笑緣 這次再去看望師生們 老師組織了簡單的歡迎儀式 小朋友們也激動地向我們跑過來 受捐助的四戶貧困家庭都見起了新房子 一位老人家黑著陳丹丹的首山年淚下 言語不通 他也不知道怎麼向我們表達 我拍了這次活動的很多照片 發在了微信上 許多香港、廣州的朋友紛紛回應 都說這次行程很有意義 陳丹丹說 山區溫差大、氣溫低 我們從三十多度的香港飛過來 大家都沒有大夠衣服 不過看到慈善捐助成果 心裡覺得真的很溫亂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